我們先要肯定吳怡龍和他整個競選團隊 非常努力 堅持理想的懸掛 我們也知道在這樣的時間 這樣的選區拼出這樣的成績難能可貴 不過我們也是對於這樣多的選民支持 而沒有辦法贏得勝選 覺得很對不起 也要好好檢討 還要再加油 至於我們看到這一年中稅微 不只政府 民間也都一直用尾牙聚餐來感謝 來肯定 政府也一樣 藉由這樣的聚餐來感謝 一年來防疫英雄所有防止揮州租瘟入侵的工作人員 電線電纜下地種樹的工程人員 還有招商引資的幹部 以及像斑斑油冷氣 笑笑會花店 深深用平板 營養午餐的辛苦同仁 一方面肯定 感謝 一方面也是叮嚀 同仁們在新年期間仍然要堅守崗位 做好各項工作來為國立民 那在中天三立環宇T台進新聞要詢問 現在需要舉債發紅包 那藍營認為是給民眾增加罪惡感 那發現金六千元本週四的行政院會前 能否提出草案修法 那農曆年前可以發現金嗎 那傳出院長在曾文水庫聯訪時 宣布發六千元讓府方措手不及 對於超乎預期的稅收 政府一方面要有眼見的來規劃 怎麼樣在以後強認經濟 一方面要讓全民共享經濟的成果 那在總統主持的國安會議上 已經明擺財事的一千八百億 除了留印不死之虛外 要全民共享 而且請行政院規劃適時的向外界公佈 所有的作業 我們都是這樣一步一步來 至於有超乎預期的稅收 當然要等到審計結果出來 七月才能動用 但是可以來預先來關於財務的應用 後來再來整個回補 不會增加債務 那在環宇要詢問 由書會說往宏威當選 那蘇貞昌跟陳明通要小心 那院長怎麼解讀這句話 行政院的認知就是每一位立委都很重要 我們都是尊重 都是禮善往來 不抗不悲 好 院長謝謝 謝謝 可是會讓免疫力低下代謝不平衡 皮膚狀況變差 旺旺推出的夢夢水 就是要解決 大家煩惱的好幫手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也歡迎大家掃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點購網站訂購 好